我今天上这个视频 在开庭之际 我再告诉所有的家人和员工 你们的天真和幻想 毁了你们 不是文贵的爆料毁了你们 我六哥我五哥不是要给我磕头吗 求我吗不爆料吗 现在你们看到了 如果当时我停下来爆料 你们会更惨 我从头到尾就告诉你们 只有两个希望 第一个希望 习主席看到了真正抓我们 判我们 是否真有罪假有罪的真相之后 我们有被平反的希望 非常之渺小 第二 郭文贵改变了这个体制 把盗国贼们彻底给毁灭 这是第二个希望 希望非常大 你们看不到残酷 你们看不到他们的悲逆 今天你们呆在看守所里 还是呆在监狱里 你坚持得住 那是你是英雄 你坚持不住 那你是狗熊活该 不是文贵把你们送进了监狱 我没让你们做任何犯罪的事情 所有他们今天反 审下的罪行都是在所有的证人 都是在被关进监狱 被关在秘密地点 被刑事逼供 绑架家人为前提的情况下 做出的所有的证据 没有一个是在自由情况下 做出的口供 更没有第三方在场 而且完全我们不是党员 是在中纪委和中政法委 成立的专案主的审判下 叫你们抓起来的 这正常吗 这是政治不正常 让文贵为这个不正常买单 为这个政治的冤案买单 对我不公平 无论是家人哥哥还是员工 你们如果抱怨 请尽管抱怨 请不吝点赞订阅